1600多亿田海一万两千木,这座中国最大的人工岛,虽壮观却被吐槽,迪拜一向以奢侈堡文明于世界各地,是一个土豪遍地的国家,更加文明于世界的是它的一座人工岛屿,棕榈岛,如果从航拍的角度来欣赏这座人工岛,你会惊叹于它的美和壮观,俨然成为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。 当我们在惊叹于这样一座美和壮的人工岛时,中国的一座人工岛也在悄悄地走进大家的视线,而且还是中国最大的人工岛,也许问好奇,这样一个宏伟的工程究竟是在哪里?有哪些特色? 在为你慢慢变少,这座人工岛就是位于海南省的填海造陆项目,海花岛,这个工程是近年来海南的重点开发项目,并且由恒大集团投资建造,已经宣传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,这个人工岛屿包括三个主要的小岛, 将会花费1600多个亿填城面积,高达12000目的岛屿,从高空往下俯瞰,这座人工岛仿着浪花,因此得名梅味海花岛,随着海花岛项目全面启动,海南的旅游也势必会更上一层楼,标志性建筑也肯定会随着增加,因此不少媒体都时刻关注着这座岛屿的动态, 岛屿将建造国际级别的会议大厅,海洋主题公园,金黄的海滩,俨然成为了中国版的迪拜棕榆岛,使中国游客不用远赴中东就可以欣赏到,辉红壮阔的人工岛景观,而且还花到别具特色的进行中外融合,也进一些外国的特色,所以,这里也会充满着浓浓的抑郁风情,令大家很是期待,就是这样一座岛屿, 一方面掉足了大家的胃口,另一方面,却遭到了大批网友的强烈吐槽,因为如此这么大规模的浅海造岛,对生态环境的打击是非常致命的,水土流失的程度会下重,就连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也会受到严重的威胁,而且如果真的水土流失严重的话,沿岸的海滩会首先受到影响,只有通过大量的沙石填补, 才能是海域重回以前的原始生态环境,这样恢复的代价是比较巨大的,虽然这样一座中国最大人工岛的建设,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海南岛旅游城市明片的更加彰显,同时也会提升海南的国际海岛形象,但是一味破坏环境,肯定是必达于一的。 你对于恒大花去资建中国最大人工岛这件事,你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如果你喜欢这类文章,旅之一,张图片举来自网络,若可怜戏删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